透过志工协助 敦和社区商用空间开辟菜园并种植无毒蔬菜 这次配合南投县政府推动高龄志工服务计划 带着前来参访的推休民众进行观摩体验 对社区能有更多的认识 办这个活动主要是希望我们退休的这些的民众 他有机会来认识社区 来成为社区的志工 所以我们就办了这样的体验活动 还有一个志工的说明会 来跟民众讲说如何成为志工 他依照我们资源服务法规定 要有一些特殊跟基础的训练 他能够借这个活动来类似社区 然后就有机会来加入社区全为志工 敦和社区里许多都是高龄志工 不论照顾菜园厨房喷煮到带着老人家健康处境 都依靠志工的协助 所以感谢县府给社区这个机会 进行志工招募宣导活动 县府这次办这个高龄志工 让各个社区都可以了解到说 高龄志工的需求 因为虽然说是高龄 但是实际上大家身体可以的话都出来 这样子对于我们整个社会 都是一个很正向的活动 我希望说借这个活动 可以让更多的高龄志工 看到我们敦和志工的参与 来吸引他们更高的性质 来参与这个社区的各项活动 配合中央的政策 县议员蔡明轩肯定县府推动这项计划 藉此发掘高龄人力资源 能够一起当志工服务 到社区发挥各自的经验和专长 藉由社区的一个产访 直接带我们的这些有意愿的一个志工 来到社区直接去产访 这些来到我们敦和社区 其实敦和社区在我们草屯社区 就办得非常的不错 这一次也有结合他们一些菜园 让我们的民众 让我们的西端 可以直接来去重灾体验这种生活 然后以这种机会 也是希望培养更多优秀的一个志工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光华据点的一个服务 也让他们退休生活之后 可以更多宅多知 县府在世大乡镇办理这项活动 借着多元的方式 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加入志工行列 善用专业知识与生活经验来服务社区 不仅能够延缓老化 保持其身心健康 也能够充实自己的生活 记者红一轮 草屯镇 采访报道